一名批发蔬菜的中年市主在吉隆坡批发公市以超低的租金 非法租下了半个档位来做生意 17年来一直是相安无事 结果去年8月却遭人驱赶 市主被迫在路边做生意严重影响了他的生计 如今批发公市一味难求 扑法分子更是把档口租金炒翻倍 他呼吁市政局关注此事能够介入整顿歪风 自雪兰儿市那样的57岁市主李先生 过去17年来在吉隆坡批发公市 一月租769令吉 向摊主非法租下半个档口 靠批发蔬菜为生 去年8月与他合租档口的租户 突然清空市主的档口 并声称已经付了110万令吉买下整个档口 赶走市主之余还不肯出示租赁证明 我说你拿哪个证据来看 他说没有证据的这个 不可以签合约的 这个不可以买卖的他讲 他自己讲的 有一个他都不知道什么人 他甚至是黑社会的歹过 我怎样做 我都不敢做 我做生意的嘛 不敢出生 市主忍气吞声搬离档口 在公市的五角机用裸里做生意 不时要回避市政局官员的取缔 批发生意也从好景的每个月 三四十万令吉下跌到十多万令吉 摊主从内天气也不见踪影 市主逼于无奈曾经向吉隆坡市政局求助 甚至投报警方和反摊会 但是事情过了八个月还是毫无下文 如今市主希望可以尽快在公市开档做生意 但是档口一味难求 加上摊位租金被人炒作十倍以上 让他束手无策 行动党直辖区公共投诉局主任 尤家豪答应协助市主通过正当的管道 申请摊位 他也促请有关当局调查执照转让 以及租金翻倍的问题整顿歪风 霸道空间黄丽慧 吉隆坡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